大家好 饺子我们经常吃 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有吃饺子的习俗 饺子食材均衡 营养丰富 寓意也非常好 但是现在随着生活节奏快 工作忙碌 很多朋友都没有时间自己包饺子 所以都会去超市 买速冻水饺放在家里 肚子饿的时候 煮出来也是非常方便又快捷的 但是很多人 煮速冻饺子的时候 经常会破皮 口感也不好 那是因为下锅的时机不对 那么煮速冻饺子冷水下锅 还是开水下锅呢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速冻饺子刚拿出来的时候 上面有一层冰 和那种现包的饺子不一样 不是很好煮 锅中准备半锅清水 冷水下锅对不对呢 其实不对 冷水下锅 饺子在锅中时间很长 都飘不起来 就会容易粘锅底 也会容易破皮 如果开水煮 会因为皱冷 皱热的原因 很容易就把饺子皮煮破 所以 煮速冻饺子的温度 就特别的重要 大约控制在70度 也就是底部 冒小气泡即可 咬入半碗温水 放碗中待用 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下入饺子 用盐水煮饺子 促使饺子皮紧致 不破皮 而且食盐还能让饺子上面的冰霜 快速的融化 用大火煮开 铲子不使得翻动 放着蒸锅 下面我们开始点水 煮开以后 叫适量的清水 不是温水 煮饺子一般要三次点水 三次煮开 最后一次倒温水 第一 点水可以给锅内 起到降温的作用 防止温度一直过高 来倒着饺子破皮 第二 提高饺子 汤的清爽程度 也可以防止饺子之间 发生粘连 再次煮开后 控水捞出来 看一下饺子 个个个都完整不破皮 没有粘连 吃起来好吃 跟新鲜的饺子一样的味道 这个煮搜冻饺子的小技巧 你学会了吗 跟着大叔学做菜 让家人开心过后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